周氏錦羅,和大家一起分析重點新聞事況,周忠俊昌 見到匯豐業績公佈後似乎股價表現不差 我自己覺得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回購 30億美元的回購,算是有驚喜 另外,內銀股第一季賺少了 這個和過去多少少點都可以賺多了的情況 似乎有少少改變,稍後都會和大家說說 另外,今天看到家電股可以自家 表現不錯,差不多全日都排在藍籌榜升幅第一位 是否有得炒呢? 好,先看看匯豐 見到出現業績後,今天升超過2% 即是三點多,差不多收市前的價格 全年業績,都說一說 其實列漲基準,稅前利潤大概是126G美元 按年倒退1.8% 第一季的股息是10美仙 另外,這也是預期之內的 說真的這個特別股息 因為它賣了加拿大業務 就派到30億美元的特別股息 重點是甚麼呢? 重點是會有一個最多30億美元的股份回購 如果看回二、三年三月底時 其實跌到40多元的位置 這幅圖看不到 整年由低位爬上來 我覺得多或少 當然跟業務、賣走不賺錢的業務有關 另外,回購也起了一定推動作用 所以這次加大了五成的回購力度 亦令市場在高位再推一把 但是反過來看見另一個大一點的板塊 即是內銀股的話 業績就不太理想 之前見行也公佈 都是輕微賭區的順利 其實今天見到公行倒退2% 接著收入減少3.8% 中行純利跌2.9% 收入按年跌3.1% 農行純利跌1.6% 營收也是跌1.6% 招行純利跌1.9% 營收則跌4.6% 基本上 正面一點來說 收入跌得多 順利跌得少 賺錢的無利率 好像比較正面 但是似乎打破了 每年多多少少都有得 升多一點 有得順利增加的情況 當然作用在不同的內銀股上 普遍是3點 現在6的時間已經是收市 但這是收市前3點多的時候 見到農行、中行、招行要跌 但是公行、建行和交行 就輕微有得升 有得升其實都跑贏今天的指數 有1%左右的升幅度已經 但是為什麼 零零射射中行有跌得特別多呢 我自己就這樣看 始終 你說股價是否在高位呢 如果我看回公行的話 其實公行的股價都是在高位的 說真的 但是始終內銀股有它的作用 一撐起大市的作用 權重 而 那些基金或長線投資者 始終它的息都是高 還有接下來可能 看到一些報道 就說 內銀股會派中期式 這個呢 有些人會當是你好看 我就普普通通 因為 你派中期式的話 如果從散戶的角度 你如果全年都是派這麼多 但是你分兩次派 那我給的花費是否會多了呢 OK 如果你也是想著派這麼多 或者你派的數都是視乎 你全年賺到多少 那你分兩次派 四次派 或者一次過派給我 其實我沒有拿多 所以這個呢 我自己就不覺得是太大的理好 OK 反而你看回 中行 由於最近炒落後 股價升得比較急 所以你看到今天 是回得比較急 但是如果看回建行的走勢 因為建行之前已經公佈了 OK 都是幾大 OK 四大的中行 我自己覺得又不需要太擔心 始終內銀 如果以下 即是現在公佈了業績 都已經是倒退 來計 即是盈利是 減少 來計的話 輕微減少 似乎 資金就沒有離棄這些股份 所以我自己覺得 有呢 都還可以長線繼續拿著 不好意思 但是你說現在追入的話 可能就會先勒一勒 即是中行那些 就未必會再升得那麼急 當然今天炒味比較濃 就是可以自家 是不是 升差不多一成 那 有什麼原因呢 其實我自己歸納 就有兩大原因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就是 看到那些 家電股 那個業績 是挺不錯的 即是如果你從那個 營收 固自然系升 但是利潤升得更多 OK 即是 海爾至加 就升兩成左右 美的就12% 格力就13.77% 說明什麼呢 這些是民企來的 說明其實似乎家電 甚至乎可能是因為一些海外訂單 都沒有因為 之前大家都擔心 內房 銷售不好 會不會拖累到 這些 家電的消費呢 從而影響到這些公司的盈利呢 似乎就沒有 如果從業績上看的話 第一季 反而是做得不錯 這是其日 其二 為何利好呢 其實就是 美的再次向港交所 提出這個上市申請 即是根據昨天 29日的披露 那補賤人就是中金和美銀 話說其實公司在去年10月24日 都遞過一表 不過我想那時候可能市況不太好 今年已經有傳 為何港交所抽得這麼厲害 就說很多IPO會來香港 會湧過來的 當然這個首先利好港交所 亦都希望可以令市場氣氛好些 當然 跌的話 就未必是利好氣氛 甚至乎可能會抽乾水 都不出奇 不過這個就是後話 那是否真的有得炒 或者這麼好炒呢 看到H股 即港股這邊 是比較熱烈的 但最近我都會看回A股 始終現在A股的定價權 或者對港股影響都比較大 好嗎 看見呢 其實 當然A股比較貴 但今天A股是衝高了 匯刀整支羊竹的竹生一半 升得不少 其實也升5.5% 但有沒有漲停板 又未至於看起來這麼利好的東西 似乎 A股這方面也不像港股這邊 這麼賺 所以 都是看著A股來炒 如果今天買了的朋友 如果A股會的話 通常都會有少少指導作用 就像之前說的 炒5.1黃金周 看著A股 如果大家 我這裏就沒有鏡頭了 有望回的話 咦?真的 當我提醒大家的張家界 其中一隻指標性 容易說些 上個星期 頭已經回來了 之後如果你是 有看到的 沽了或者獲利了 現在看看 是否一個明智的決定 希望可以繼續抽時間 和大家分析市況 整理資料都需要花費時間 正力 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條影片 給點鼓勵和支持 有什麼疑問或建議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今天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